真的很厉害来看的是高球女将刘依珍 上星期在大陆青岛夺下了今年个人的第二冠 而这星期回台湾挑战剑大女子高球赛 更是连续两周成功夺冠 虽然第18动抓鸟不成功 不过刘依珍三天下来 Under四干的成绩已经是全场唯一一位 打出低于标准干的选手 继上周在大陆青岛夺冠之后 刘依珍本周在夺下剑大轮胎女子高球赛的冠军 连续两周封后除了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写下一个小小的高峰 也终于在台湾的正式公开赛中首度夺冠 其实这个礼拜的冠军就是一直都不在预期内 那其实我主要是希望说可以放轻松打完这场比赛 这样子因为真的我是回来休息的 其实我就真的很开心就是终于突破了台湾的魔咒 因为我其实很多次都有机会 但是最后就是缺少一个那个鬼 前两轮打完刘依珍只带着一杆的领先出发 第三轮的前九洞他抓下两只小鸟表现不差 不过同组出发的林子齐和钱佩云 还是以些微之差紧跟在后 可惜包括前一组出发的叶欣宁 还有领先组的林子齐和钱佩云 在后九洞表现都不太理想 钱佩云原本最有机会追上排头 却也在第十栋打进树林苦吞triple bogey 让刘依珍领先越拉越大 刘依珍夺下个人生涯第四座冠军 一口气进账110万元奖金 今年在TLPGA的奖金榜也爬上第三名 接下来的六月刘依珍还有很多赛事 他期盼稳扎稳打维持自己的好表现 U10TV甘邦杰 简子强 桃园报导